國際焦點來看到藍人颱風現在是少過日本 導致日本部分的遊樂設施都要宣布關閉了 包含像是日本的大阪環球影城 今天是在官網公告說受到颱風影響 15號要臨時休園一天 那麼16號會不會開放呢 還要等颱風的動態而定 所以呼籲要前往的旅客要注意最新的訊息 而日本氣象低眼預測說 這個藍人颱風的路徑很可能是貼著日本走 15號從G1半島登陸貫穿日本 會轉往東北方再來貫穿北海道 所以最近要到日本的民眾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了